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Bubbie to my channel 我是菜单茶报的茶艺师Cindy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在疫情期间 我们该喝点什么茶 可以提高免疫力起到防护作用呢 我们中国人已经喝了5000多年的茶了 茶叶最开始从发现到食用 就是用来防病、治病、消炎解毒的作用 所以5000多年来 中国茶叶的发展从药用到食用 最后到饮料 起到了保健、养生、防病、治病的作用 茶叶到现在应该来说 在防病和治病方面有很大的贡献 最近我读了浙江大学茶学系图教授所主编来查与健康这本书 这本书中有相关章节提到了茶有抗病毒的作用 我突然之后说一非浅 现在正值澳洲流感季和新冠疫情的爆发期 希望这期视频可以为大家防病毒、克病毒提供有益的参考 流感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每到冬季各种流感肆虐 虽然流感疫苗已经普及 但面临病毒的不断变异与更新 疫苗与治疗药物有时也束手无策 现有研究表明 喝茶可以预防流感 无论是季节性流感还是世界大流行的流感 众所周知 现在影响全国的疫情是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流感 只是这种流感会产生严重的肺部感染、肾衰竭等症状 目前没有特效药 患者最终战胜病魔依靠的主要还是自身的抵抗力 我们所说的免疫力就是人体抵抗外来病毒的侵入 维护体内各系统环境稳定的能力 在茶叶中含有一种叫顽肌胺抗原的物质 由于我们经常喝茶 免疫系统就自然的对它产生了免疫效果 能提高人体免疫细胞的工作机能 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 并有效的帮助人体抵抗流感 今天我们主动来讲一讲 我认为对于提高免疫力最有效的红茶和白茶 首先让我们说一说白茶 白茶素有一年为茶、三年为养、七年为保之称 它的制作工艺非常简单 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茶叶的功效和成分 加上白茶又是后发较茶 使其内行物一直保持在不断变化的过程当中 造成了它独特的保健功效 有研究表明 相比其他几种茶类 白茶的黄酮含量是最高的 黄酮作为一种很强的抗氧化剂 可以有效清除体内的养自由基 提高人体排毒和防御机能 在这种特殊时期 多饮白茶可抑制过激反应产生的这些自由基 起到良好预防的效果 美国科学家哈佛大学医学院布科夫斯基博士发现 喝白茶能使人体免疫细胞的干扰素分泌量增加5倍 可以大大增强人体免疫力来抵抗各种病毒的感染和清洗 陈皮能有效预防和减轻风气中有害气体 所引发的肺部严重 而白茶呢不仅有银沫护肝饱肝 美容养颜 缓解疲劳的功效 还能起到消热降火 气肺解毒的保健作用 可以说在疫情当前 这是一款很好的防疫医疗哦 接下来让我们来说一说红茶 红茶富含非常丰富的营养元素 蛋白质和糖类 能够增强人体的抑寒能力 续养精神 喝红茶呢不仅能体会到 红茶甜生的口感 它深热脑味的功效 也非常适合胃寒的朋友一用哦 流感病毒以自身的刺突结构 附着在呼吸器官黏膜上 从而进一步侵袭人体组织 最终导致感染 红茶中富含的茶多酚 可以占据刺突的突起端 从而让感冒病毒 难以轻易附着在棉膜上 日本共同社也报道这一发现 原来茶多酚是一类化学物质 其中有一种名为茶黄素 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 红茶中的茶黄素 含量着实不低 是红茶呈深色的主要成分 中国人喝茶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茶作为生活中常见的饮品 既能解渴 不能养生 是很多人的治癌哦 在流感来袭时 能泡上一杯好茶 热热的一口喝下去 既能抵御流感 又能温暖身心 何乐而不为呢 如果处在特殊时期 或者胃不好 不能喝茶的朋友们 用茶水疏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 流感主要是病毒吸附在鼻子和嗓子中 凸起的黏膜细胞上不断繁殖而致病的 经常用茶水疏口 耳茶素能够覆盖在凸起的黏膜细胞上 防止流感病毒和黏膜的结合 并且杀死病毒 还有许多人对晚上喝茶 有所误解 怕影响睡觉 其实不然 在这个时间呢 是人体免疫系统最活跃的时期 如果在这个时候 能够喝上一泡温性的茶 人体会更容易修复 和恢复免疫系统 对于茶叶可以提高免疫力 这个说法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但毕竟茶叶它不是药 如果真的是病的话 还是要赶紧就医药 平时啊 我们要尽量保持足够的运动 和充足的睡眠 尽量避免出人孔异直的场所 在家追剧 喝喝茶听听戏 难道不香吗 喝酒 喝酒 可不喝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